大家好 各位早晨 我今早開Facebook看到有些朋友在討論時代論壇的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叫做大型報道會的在世的作者 叫做歐展秋 這是一位出名的警務人員 以我所知 關於大型報道會的討論 其實已經過了氣 沒有人在說 這位作者早前有參加主外林鄉江 什麼福音成會 有積極參與 不知為何他最近有空 所以他無緣無故寫了一篇文章 通常這些文章叫做什麼的在世 他在世得來通常是批評那件事 即是說一些反對的意見 所以我看這個題目我以為他是這樣說 誰知道原來他這篇文章是支持大型報道會的 他差不多說到值得做和即將會再搞 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打算再搞 所以出篇文去鋪排一下 我不知道 我對於大型報道會 我之前有說過 但我不是原則上反對 我保留一個權利 就是我可以支持大型報道會 但是不支持另外一些大型報道會 那裏面牽涉到很多其他的考慮 我不是原則上反對大型報道會 這件事 所以我不打算在這裏批評 但在他那篇文章裡面 這裏就是那一篇文章 你可以自己找回來看 我為什麼會錄這段影片 就是因為他裏面其中有一段 就是聲稱搞大型報道會 即使用大型報道會的手法 有效地廣傳福音 給很多人聽聞福音是有聖經基礎的 他裏面引用到一些聖經 因為我是特別關注聖經 聖經應用 聖經解釋 所以因為他有說聖經 就是這段令我有興趣說 他就說 耶穌基督也是能夠把握機會的大型報道能手 他在五餅二餘的神跡裏面 向幾千人顯出大能 在馬可福音第六章 約翰福音第六章 他也使用彼得那條船 那條船 作為報道的港台 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 逢是我評論一些文章 我都會鼓勵我的聽眾 去找回這篇文章 整篇文章 所以不會有一個 只有我講 沒有人講 你只聽我說 沒有看回別人整篇文章 我都有可能會錯誤解釋 錯誤理解了別人想說的話 然後對別人過度苛刻 都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任何時候 我都鼓勵我的聽眾 找回這篇文章來看 但我想評論 就是他剛才那一段說話 其實我再說一次 我對於搞大型報道會 這件事我沒有什麼特別批評 當然過去我是有評論過 主愛林鄉江那些 但是那些評論 是針對 如果你想清楚 那些我是針對 那些參與的人 誰參與 又或者他參與那些人 出了什麼宣傳訊息 或者是廣道信息 無緣無故 例如 毛尼拉間有廣道 一帶一路 又拉去以塞亞書 那些廣道信息 又或者他怎樣 迫迫信徒 又或者一些侍奉人員 參與的手法等等 但是你明白 那些手法、信息、內容 和大型報道會的平台 其實本身沒有一個直接的邏輯關係 但是 這次我選這個來講 就是因為我覺得 剛才我讀過那一段文字 我覺得是有問題 我個人的見解 就是不是說 凡事 你都要有 一些聖經基礎 很多人無論做什麼 都喜歡有聖經基礎 因為聽起來 就是你做的事情 是正確的 你不要挑戰我 但是 就不是凡事都有聖經基礎 其實 你想清楚 你生活每件事 你玩手機 擦牙 哈哈 聽起來很適合 每日零收三分鐘 那些事情 都是沒有聖經根據的 但是不代表你那些事情 不能做 對不對 但是如果當你講到 像剛才那個作者 你聲稱 什麼什麼 是有聖經基礎 那你作為一個作者 你就有責任 你才要自己看清楚 你引用那個經文 是不是真的有提供支持的根據 而且你也要考慮到 他裡面 牽涉的 適經應用 究竟是否合理 你是不是 合理地應用那一段經文 他剛才引用那三段經文 就是問題在哪裏 最難明的就是 那三段經文 如果你揭去看 你要自己揭去看 我不打算在那裏揭 因為我想我的聽眾 不要那麼懶 哈哈 因為我懷疑 有很多時候 那些教會領袖 大茶經 各方面 有時候他會出了一些批漏 好像現在我正在評論這個人 歐展秋、弟兄 那些問題就是 你當那些聖經的經文 是proof text 你答了 有料就可以了 他根本上也沒有看清楚 因為是很明顯的 你不會漏的 你真的有揭去那裏看 我現在就告訴你 他在那篇文章裡面 引用那三段經文 馬可第六章 約翰第六章 路加第五章 那些故事 他引用三段經文 三段經文 全部都有明確地表示 耶穌 由於已經 一早 就已經被一大班人圍住 然後才出現五餅二餘 和上船傳道 這些故事 你看到那個分別嗎 這三段經文 裡面的內容 都是跟香港搞大型報道會的情況 是剛剛好180度相反的 你想清楚吧 你今時今日 在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也是 當他搞大型報道會的時候 他的想法 就是 大型聚會 你就可以炒熱 炒熱 一個刺熱的氣氛 一方面可以令到教會 重拾全福音的熱情 因為這群死慘 冷卻了很久 又冷又成 同時 那個刺熱的氣氛 人頭湧湧 也有助吸引人信耶穌 但是 在以上三段 引用到的經文裡面 裡面 耶穌的情況是怎樣 他本來 已經有一班 群眾追著他 他就絕對不是 叫那些十二使徒 去幫他預約個場 哈哈哈哈 叫他在耶路撒冷 不知道在哪裡 有個場 幫我預約他 然後 就要求 末大拉的馬利亞 那些什麼信徒 就是其他那些散仔信徒 幫忙代討 最重要是說代討 然後順便 提到代討事項 其中一項就是我們 在金錢上有需要 所以 多謝各位幫忙奉獻 給場務費 各樣東西 然後 給一些說話 給得聽 帶你的內外母來聽 又或者 敦促約翰 其他那些使徒 你叫那些 一起打雨的朋友來信教 你聽一下 有益 不是這樣 以我所見的三段經文 他非但不能夠為大型福音聚會提供聖經基礎 他其實甚至乎是調轉 他是展現出一個相反的情況 OK 耶穌 耶穌 他是因為早前 的行為 和說話內容 例如 醫治 講解聖經 講道理 教訓 又或者駁斥一些不義之人 馬歐福音裡面有很多 他怎樣駁斥那些民事 有些人挖他 例如安息日做事 他就被說話響了 他講道理 講道理出來 你幫人這麼僵化 安息日 不可以幫人 不是吧 神啊你 有沒有common sense 他就是經常講道理 做那些事情 自然有一大群人 其實是很自然的事情 除了他可以行神 不是很自然之外 假設他可以做到那些事情 他說的那些事情 很自然 自然就會有一群人跟著他 想和他接觸 想聽他講話 不要說耶穌 有時在YouTube講片 很多人想見我 想約我吃飯 很自然 他根本上就不需要依賴 那些大型聚會來吸引群眾 他不需要 本來就已經有一群人 等著想聽他說話 本來就已經有 那些人 香港鬼有嗎 整群人等於信耶穌嗎 你猜很多人想聽道理 哎呀 哎呀沒有機會聽道理 沒有教會回來 到街上都教會 根本上就是 對不對 我就不認為 我不信奉那些什麼 什麼 What would Jesus do 或者What did Jesus do 我不認同 耶穌採用過的模式 就是現代信徒的唯一選擇 我不相信這套 但是 你也總不可以說 夾硬 說到耶穌跟自己一樣 然後說自己支持 那個選擇 其實是你自己個人 就是適合你 你就是喜歡那件事 然後你就說那件事有聖經根據 根本上就是沒有 你引用三段經文 三段都不是這樣說的 根本上就是 這些就是我叫做想做就去做 聖經專為我服務 真的好典型 所以我覺得值得錄片說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憑記憶 因為我對這些話題 不是說十分有興趣 但是如果你問我 就是憑我 對於聖經的印象 如果你說 聖經基礎的話 我不懷疑 即是說不定 那些醫病報道會 拘摩拘鬼報道會 或者謊言報道會的聖經基礎 他可能真的比 搞大型報道會的聖經基礎 是強很多 但是這樣不代表什麼 不代表什麼 不代表你照做 難道你又繁物功用 不要裝作 你有鬼繁物功用 你跟陳世強說 煩物功用 跟我 曬氣 所以 有些人 如果說 有些什麼 你覺得那件事是合理的 那你就做 你不需要說到 那件事有聖經基礎 去壓人 你不要問我 有聖經基礎 沒有 不要亂作 你不要裝作 我還是在說 你自己自創出來的 你是借用第二道 抄回來的 但是你自己都知道 你不是看聖經 揭聖經 看到耶穌這樣做 你照做 你知道不是 你在第二道學回來的 那件事實上 是 你不要說到變成是耶穌教你做,根本就不是 所以說,本來我想批評那個作者多些 但是後來我就發覺原來他回警察部門的耳樂團契 那又難怪,因為耳樂團契的牧師不太好 許淑芬,又給不到好的教導,所以我不會對他太苛窄 所以我只是抨擊他的文章裡面的內容 因為我已經是以事論事